哈喽大家好,今天为大家带来怪物猎人崛起从开荒到退坑配装教程系列第13机,宠枪 由于宠剑的加入,宠枪在崛起中的可玩性有了很大的提升,人形天会龙可不是白叫的 作为性能优秀的带盾武器,拿来开荒也是很不错的选择,话不多说,我们开始 目前版本的村人物阶段,我们直接使用配性的黑带装备和武器就可以了 打到上位之后,首先可以制作这样一套装备,硬甲,龙两剑,提供了三级炮术,非常不错 武器方面呢,个人比较推荐这个甲虫素材的花虫墙,百龙强化,选择龙种特攻,非常好用 后期也可以直接升级成非蜘蛛武器,是毕业武器之一 当然呢,各位也可以制作像雌后龙武器啊,或者玉米炮啊,这类喜欢的武器代替,也都不错 到达上位五星之后,可以制作一些吐沙龙和炎龙装备 这套装备提供的技能可以说是非常舒适了,升级一下,达到解禁问题都不大 等到解锁了暴力龙之后呢,我们可以制作其装备作为毕业装备的选择,那么就放在毕业装备的推荐中一并介绍了 首先呢,是非蜘蛛宠枪的拳弹流派 然后是百龙宠枪插射流派 这一套改变百龙强化和技能也可以拿来打拳弹,这里就不赘述了 接下来是牙猎犬宠枪的龙航炮流派 这一套可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装备了,大家可以玩玩看 最后呢,是轰隆宠枪的物理宠流派 不过呢,个人觉得物理宠超级无聊啊 各位要是感兴趣的话呢,也可以试一试 好了,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留下关注三连,我们下期再见